駕駛正要下车道口 怎麼眼前一道光 只見一輛白色奧迪閃著雙黃燈 一下往前又往後 進退兩難看起來動彈不得 不知所措 所有要下车道口的車輛 就在等他一個 有一陣子的 而不是在行駛動的 他感覺在等 感覺好像也不確定自己是車開錯 地點就在台65線下土城的家道口 駕駛當時看到車燈嚇了一大跳 還以為要被撞了 趕緊踩剎車 所有人至少等了差不多五分鐘以上 等到對方一路得退路 才順利脫捆 好險當時車不多沒有造成大塞車或是連環車禍 但說到台65線可說是逆向熱點 不過以往大多都是上交流道時遇到有人逆向 這回竟然是相反 因為今晚地上有畫路標線 但有駕駛可能就會誤認兩邊都是同方向的車道 就擔心再有人搞不清楚 台65線增設一排防撞桿辨別方向 跟以往入口處只有禁止進入的標誌相比 確實明確許多 而幾乎都是路況不熟悉或是導航出問題 不過若真的不小心逆向上國道 切勿往內車道行駛 以免造成更嚴重的意外 TVB新聞 陳藝人 吳俞雅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要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